一张102年度征选优良电影剧本入围证书 对于站在台上领奖的入围者来说实在得来不易 共367件的剧本竞争 最后只选出36件剧本入围 十分之一的机会是编剧将作品翻派成电影或电视的一大妖精 其中一位布农族的叶绿绿 以剧本由头花开花落时再度入围 以老人家口传的故事 写出日治时代布农族少女与日本军官相恋的故事 三年之内第四次在这个地方剧本受到肯定 信心生出来了 觉得我还要继续写 我的愿望就是期许自己可以写完十四组 每一个代表性的原住民的故事 也并不是说我特别的会写 而是真的我们原住民太多故事 是非常的美丽非常吸引人的 叶绿绿在民国100年首次投稿 以山林达玛乌拉斯现代剧本便得奖 隔年再以乌鲨崖战魂电视剧本得奖 102年完成的由头花开花落时等作品再度入围 兴奋地表示得到了肯定就会一直创作下去 而这本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爱情剧本 也吸引了评审的目光 最主要就是说完全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 然后在这种包括时代包括族人包括人与人之间 种种的不谅解而到最后他挣扎奋斗 这过程相当的动人 评审表示在约绿绿的剧本中故事层次丰富 在大格局中情感铺陈也相当细腻吸引着评审 共同感受刻骨铭心的爱恋 而另外第36届的金碎奖 更是李安、蔡明亮等大导演出身的地方 这次共有245部作品 最后选出54部入围 在3月29日两大奖项得奖名单便会出炉 谢谢亚本八号台北市采访报导